天串日 天串日 由凡米辞窟泰国都的阿公阿嬷 来带今天的外团开场 南岛市公司今天 特別在进行里 基本兴天串的外团是因为这个公团 在过去有很多来煮食的客家族群 帮到这些电机 在这些机缓天串一杯外团 是更有意义 农历的1月20号是我们 客家的所谓的天串日这个活动 那么其实天串日 最主要是因为我们的一个古老的传说 就是我们的女窝 古天的这个故事 那大家都知道传说呢 以前的时候水神跟火神 在打斗的时候呢 结果呢 这个水神啊 打输了就一头撞到 那个步骤山结果呢造成呢 我们这个天呢 就是有个大洞 由南岛市中松怀林 端娘大家在拜女娃娘娘 李维柯修华 也还有很多官女娃都来到现场第一 他们也还有中间 插着客家族群的店馆 向前女娃补天 我们一个风俗文化大家要传承 要知道这个 活动的由来 知道这个历史的意义 我相信大家呢会觉得说更有意义 我们希望说既有今天这个活动 让大家更知道 更知道客家人的这个应景的精神 也就是勤俭持家 这次其实结束了后 现场的各种客家族群 运用冲衣做成料理 要来给民众评讯 今天我们准备的是用客家式的年糕 然后卷上我们的客家酸菜 制作成很好吃 天线市中的那个年糕 吃起来不会腻 客家委员会理事长 很感谢南岛市公所对客家座群的重心 每年都会基盘这个活动 跟他们做回来庆祝 他感觉很有意义 从市公所办这个客家母天船 是非常有意义的 除了可以凝聚这个客家人的 有一个属于客家人的那个活动 可以聚在一起 很快乐的换渡这个节日 除了有客家委员会先玩 所带来的情菜表演 他还有小朋友以及少年人 带来一人传情菜的舞蹈 现状是最大的老家 记者各位麦 彩虹报道